为了要让一般的防灾宣导加入更有趣的元素 淡水消防分队赴宣中队 运用桌游的方式带大家到防灾的游戏世界 而日前到淡水各国小进行活动成效都非常不错 淡水消防分队表示这次要走入社区 除了可以让小朋友来玩有趣的桌游之外 也能够让大人了解防灾知识 藉由防火防灾的一个宣导观念 从这个游戏当中可以让民众去了解 举防遇到火灾的时候 或者是相关天然灾害 例如地震等灾害的时候 怎么样做一个应对处置 可以达到寓教于乐的一个效果 消防分队表示新北市消防局筹备一年的时间 开发出全国首款以防火防灾为主的 GoGo發尔面新北防灾桌游游戏 而这一次社区也非常开心 能够与消防局合作 让社区居民能玩又能学一举两得 就请到我们新北市淡水区的消防分队来 帮我们做一个桌游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消防对他们的一个贴心 花为了这么多时间 把那种很无聊的消防防火防灾的这种知识 把它灌输在这种桌游的游戏里面 让一些大小朋友都来参与这个 然后在游戏的当中把这些防火防灾的游戏 灌输到自己的那种生活观念里面 在新市镇的社区大多都是以 合适大楼为主 因此对于防火知识更是重要 经过防灾桌游的方式 让住户学到许多平常都接触不到的防火知识 更能够让孩子了解 将防灾知识向下扎根 记得许多一 在下方报道